下面我们讲激光洗纹生机的操作 在操作之前首先我们对机器进行加水 打开机器的水箱盖 放上我们配置的漏斗 加入大约两毫升的水 水我们从侧面的水位线看 我们从侧面水位线看 水加至这个地方为止 好加水完了以后 把盖子拿下来 我们连接脚踏 脚踏正上方有个孔 对着机器的 正上方 插入脚踏 接入电源线 有两个光头 一个长一个短 里面圆的 一个是方的 圆的针对于黑色的颜色 方的针对于彩色的颜色 那我们用圆的设计 先试一下设计讯 按顺时间的方向 拥入光头 拥入光头 以不松动为准 好 装机完毕 插入钥匙 转开急停开关 按顺时针的方向 好 现在即可开机了 开机以后 机器会自动进入一个工作状态 我们首先要检查一下 水是 我们首先要检查一下水是否在循环 当从机器的这个方位角度看 水如果循环了 即可进入工作状态 水动了 即可进入工作状态 好 进入工作状态以后 我们按一下键 进入工作界面 第一排为机器一个工作的点数 第二排为机器一个工作的状态 这一排显示机器一个工作的能量 这一排显示机器的工作的一个频率 即出光的一个快慢 那么我们首先按一下 第一个界面 机器由空白状态进入一个准备状态 好 进入准备状态以后 电池 此时电池显示充满电 那么我们常规建议 频率为3或者4 那我们首先调整3 此时按下脚岔即可出光 好 下面我们演示一下整个操作的过程 拿着机器 不管你这样 只要你怎么迅速怎么拿 但是首先保证管子是顺着顺着的方向 对准治疗部位 踩下脚踏 踩下脚踏开关 好 开始治疗 感谢您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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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 治疗完毕 首先我们放好机器的伤口 使机器进入待机状态 注意一下这个地方 使机器进入待机状态 空白 即可关钥匙 整个工作完毕